豆花 歡迎回來5.30 長相運動系列 尤 yêu華 我們上一次玩了一個 有趣味性的快點戰鬥遊戲 你猜不到我們這次又會玩什麼呢? 我這次看到桌面上有很多好像很Pro的東西 但是... 什麼來的? 我們這次會夾大家一個更專業的蝶杯運動 沒錯,就是這個競技蝶杯 我們當然不是很清楚這個去什麼運動 所以我們邀請了香港競技蝶杯總會的創辦人Winnie 出來和我們介紹 好,歡迎Winnie Hello,大家好 Winnie,我看到桌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裝備 可否麻煩你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競技蝶杯運動是什麼呢? 好,其實競技蝶杯運動是一項講求速度的競賽運動 我們主要是運用到12隻特殊設計過的塑膠杯 去進行競速的比賽 這一項運動有一個很大的特色之處 就是不受年齡和空間所限制 無論是小朋友甚至長者都適合玩 而且我們只需要一張桌子 我們就可以進行訓練 例如競技蝶杯運動 我們需要用到什麼用具呢? 除了我們剛剛所說的12隻特殊設計的塑膠杯 我們都需要用到這張防滑桌子 以及我們的計時器 我們的計時器會由千分之一秒去計算 即是少數點後三個位 所以一些小的技巧甚至動作都足以影響賽果 正因為它這麼多個小數點後三個位去做計算 所以是非常刺激和好玩的 我問問這個競技蝶杯有什麼玩法呢? 其實競技蝶杯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最常見的是一些個人的蝶法 我們等會再介紹一些不同的個人蝶法項目 另外我們也會有雙人的蝶法 雙人的蝶法就是一個負責左手 另一個負責右手去做的 所以很考默契性 而比賽中也會有一些親子的雙人比賽項目 而這個項目也是競技蝶杯運動中的特色之處 應該比較少運動是有親子比賽項目的 還有一個項目就是團體接力項目 通常會有五個隊員一起進行一個輪流接力 去鬥快進行一個比賽 所以是非常適合一家大小去參加的 Winnie 我所知其實你也是有代表香港出去比賽的 想問一下其實國際性的競技蝶杯運動 是否包含你剛剛所說的個人比賽 團體比賽和親子比賽呢? 沒錯 我們一些國際性的賽事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個人項目 亦都會有剛剛所說的雙人項目 甚至接力項目都有的 我們會說到有很多單人雙人和團體玩法 但為何其實它是可以成為一個競技比賽呢? 其實競技蝶杯運動一開始是由一個美國體育老師去發明 叫做創辦 然後它到現在已經有40年的歷史了 現在已經有54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競技蝶杯運動 我們香港也是其中一個地區 是有參加競技蝶杯運動 而這個運動的特別之處是有很多不同性的國際比賽 例如一些比較早發展的國家 例如美國、英國、甚至韓國等地 其實他們的發展是非常之成熟 而且他們是有一系列很有規模的訓練模式 提供給他們的選手 所以現在全球各地都有競技蝶杯運動的選手 而世界競技蝶杯運動聯會 它每年都會舉辦一些國際賽事 例如有亞錦賽、邦錦賽、甚至西錦賽都有 我們香港代表隊的成員 都透過了長時間一系列的訓練之後 他們都會去年參加了亞錦賽賽賽事 都跟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選手進行交流 所以就拿了很多很寶貴的經驗上的得著 我想問一下這項運動 對於長者來說 或者是玩這項運動其實有甚麼好處呢 其實競技蝶杯運動有很多研究都指出 可以訓練到我們的手眼協調能力 而且我們因為做競技蝶杯運動訓練的時候 我們是運用到雙手去做的 從而可以激活到我們的左右腦 而且長者而言 我們希望讓長者透過一些團體訓練 可以增長他們的社交能力 溝通能力 從而可以擴闊到眼界 以其他國家或地區為例 有些長者甚至80多歲 90多歲的長者都會參加一些本地賽事 甚至國際賽事都有 我們也希望透過競技蝶杯運動推廣 讓多些路偶技可以認識到競技蝶杯運動 我們也會提供一些培訓 讓長者去進行一些訓練之後 成為一個裁判或教練 將他們所學的東西 教授給一些長者學員也好 或是下一代 甚至是自己的孫子孫女去認識 從而可以做到路有所為的效果 謝謝Winnie 你為我們介紹這項有趣的競技蝶杯運動 我們下一集就正式看 Winnie教我們怎樣玩這項競技蝶杯運動 下集見 拜拜 拜拜